虽然日本的历史很短,而且曾经有过很多的罪行,但是不得不说,日本是一个很擅长学习的国家,在中国民族强大的时候,日本就过来学习我们的文化,等到西方比较强大的时候,他们又跑去学习西方的文化。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态度,日本才可以从一个小国,很快地成长为一个发达国家。 在古代的时候,就有很多日本的学者来到中国学习,而且其中有不少都是当时日本专门安排过来的使者。 这些使者不仅具有初始的责任,同时本身还很有文化,会借鉴中国的一些文化和法律进行改革,通过不断地学习和革新,才让日本的国力逐渐地强大起来,并且很快地摆脱了奴隶社会。 在唐朝的时候,日本的学者最多,对于中国文化最是喜爱,也因为这种思潮。 所以当时一些中国人,在日本非常的有名,甚至在日本有著很高的地位,其中一个就是清朝的魏元了。 他作为一个思想家,本身是非常反对侵略的,所以他当时就要求朝廷积极地进行改革。 如果不改革的话,国外都在进步,唯有我国在落后。 这样只会让国家沉沦的。 当时他的观点还是非常新颖的。 他认为要重视人才和发展,提出了很多的改革方案。 而且为了抵抗侵略,他建议学习西方的一些技术。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国家的安危。 但是当时顽固派的地位很高。 对于魏元提出的说法,根本不予采用。 甚至还把他用新编写的书籍给烧毁了。 虽然魏的改革方案,没有得到清廷的重视。 可是日本人却非常的喜欢。 而且还把他的说法推崇起来。 全面的用来改革。 当时日本很多的官员都对魏元非常的尊崇。 认定他为自己的师父和引路人。 在改革上也进行了很多魏的思想。 除此之外,日本人还非常推崇的一个人,就是朱顺水了。 他出生在明朝的末期。 在明朝灭亡之后,他流亡去了日本。 当时他打算在那里重新恢复明朝制度。 但是复国大业最终失败。 不过因为受到他的影响。 当时在日本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学派。 影响力也很大。 比如德川家族就一直推崇朱顺水。 很认可他在国家方面的管理观念。 对日本儒家的影响颇深。 一直到现在。 日本都有很多人知道他。 但是国内却几乎没有人知晓。 是否也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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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